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由国立成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施毅林等人主编,台南市文化局出版的日志十七南社诗选套书,今、九、天在许时音乐图书馆正式发表,全集套书有如暗图所记认识台南文化底蕴的第一手资料,也看见日志十七台南的文化盛景,施毅林说,日志十七南社诗选全套三册, 第一册文献卷是根据台湾日日新报、台南新报、台湾诗会等报刊的汉莫因缘、南社立会、银社征诗等栏位所载资讯,梳理出南社严格、诗会活动概况,为当时文人的活动样貌描绘出更清楚轮廓 第二册主题诗卷,则一南社文学活动、台南民俗节庆物产、台南文学的景等三大主题为诗作作分类编排,呈现出日志十七台南府城的重要文化活动、民间故事、碎诗节庆、宗教祭典、物产饮食以及文学家眼中的地景、建筑和生活空间等, 多元分成的时代面貌,诗一林说,南社鼎盛时曾多打百余人,文献上留有生平和作品者则约一百位,其中其十几位诗人作品,远仅散见于各文献 这次首度在第三册诗人诗选卷中节级选录,主要收录1906-1945年间南社社员作品,选录原则考量艺术性、在地性、时代性及一题性等面向,其中有李南社的课题激播、摄友间的唱和及记录台南习上就是等作品为主,也选入少数玉中诗、文人风流颤情诗及位汉诗 开心局的创新作品等台南市文化局说,日治时期台南的诗社除以府成为中心的南社外,其他区域性诗社也十分活跃,并如卫星般环绕住南社,彼此密切交流,也是维系文学、语言、文化、历史的重要环节,此以诗社传统延续到战后,时至今日则有十分活跃的昆宁银社成奇文峰